高考分数出来那天 我妈连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给我奶 你们曹家祖坟炸了没 啊 没有 那一定冒清烟了 快去看看 第二个给我吧 我女儿考上北大了 718分 女儿上本科线了没 哎呦 差点忘了 女儿连高中都没考上 今年该继校毕业吧 找到工作没 啊哈哈哈哈 第三个给村主任 要她挂一百个横幅 在大喇叭宣传三天三夜 还说过几天带我回去 流水席摆三天 此刻 我 看着村里狗都开了一桌 拍照 发朋友圈 爱特我弟 谁说女子不如男 我爸和我妈 同一个村出来的 没什么文化 先在场里流水线上 干了两年 一个敲锣钉 一个做零件焊接 后来就出来跑活了 做铝合金窗 客户是找出来的 无论三福还是三九 我爸和我妈 都要往工地跑 很是辛苦 那是他们最相爱的几年 有目标 有笨头 两个人商量好 等有了自己的店铺 再带孩子 几年后 他们存了点钱 在高新区开了个店 总算有自己的产业 我妈不懂保养 既嫌打伞耽误事 又舍不得买防晒霜 你们懂得 紫外线对皮肤伤害很大 别让24岁看起来像19 我妈24岁看起来像30 在我妈脸上 皮肤年龄31岁时 她有了我 全家都很开心 我也和我奶 甚至给我起了100多个名字 供我爸妈挑选 可惜 都是男生名字 我爸最中意的一个名字 叫青叔 曹青叔 他说 他没有文化 要生个有文化的儿子 九个月后 我妈生下我 我也和我奶的脸 拉得比驴脸还长 在医院待了不到半天 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 还把提来的一只鸡带走了 我爸嗨声叹气 站在病房阳台抽烟 我听我妈讲这段时 几度哽咽 我妈说 把曹青叔的名字给我 女孩子也可以叫这个名字 我爸不让 我妈是什么时候发现 我爸有问题的 也许是他经常很晚回家 甚至不回家 也许是一桌子 我爸的朋友 每一个都带的情儿 没人带原配 也许是其他建材老板的老婆提点的 那一群男的 没一个好人 印象中 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一直郁郁寡欢 她做生意很精明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把客户哄得高高兴兴 可对于婚姻 她自卑又强悍 她和我爸 唯一能好好说话的时候 就是算账赚钱的时候 其他时候 他们两人相看两眼 我爸嫌 我妈不像女人 嗓门大 不温柔 喜欢自己做主 一张老脸 我妈说 我爸是陈世美 在外面乱搞 迟早养尾 矛盾最终爆发 在我五岁那年 有一天半夜 我忽然高烧 烧到抽搐 我爸不在家 车也被他开走了 我妈给我爸打电话 想叫他回来 送我去医院 可手机死活没人接 那个年月 城里还没有滴滴 夜里出行 只能靠出租 可我们住的地方 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商圈 夜里冷冷清清 根本叫不到出租车 后来 还是我妈给他朋友打电话 他朋友两口子开车过来 把我送到医院 我妈不死心 夜里守在病床前 断断续续 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仿佛死了一样 所有的电话都湿沉大海 到第二天早上 我妈死心了 默默放下手机 捏着钱包买饭去了 就这摇桥 我妈刚走 她的手机响了 来电是我爸 我接起电话 还没来得及叫爸 那边一个女生 一通狂输出 一个晚上 打个一百多个电话 杨芬 你没男人会死吗 打什么打 你老公都没接你电话了 你怎么还是不懂 早点放手爸亲 勉强没有幸福的 我皱着眉 斟酌着说 阿姨 我生病了 对方愣了下 继续输出 哟 是赔钱货呀 你妈呢 是不是你爸不接他电话 他气得跳楼了 我给你说了 你爸早不爱你妈了 也不爱你 他现在呀 就爱我和你弟弟 你们家所有的钱啊 房子啊 车子啊 以后都是我和你弟弟的 我那时小 不是特别懂 有些童言无忌 所以 阿姨 你是强盗吗 强盗才会抢人东西 强盗会被孙悟空打死 对方吃笑 世上哪有孙悟空 我哭着 可是有警察叔叔 你是坏女人 会被警察叔叔关起来 后来 我妈回来 看见我闷闷不乐 又看见手机 由我爸手机打过来的通话记录 闷了好几次 我挖了一声哭出来 有个坏女人 说爸爸不爱我们了 说爸爸只爱她和弟弟 还说我们家所有东西都是她的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妈抱着我 拍着我的后背 沉默了很久 妈妈要和爸爸离婚了 妮子 你跟着妈妈好不好 好 住院那几天 我爸一次也没来看我 我妈倒是经常打电话 她虽有刻意避开我 可脾气压不住的时候 王八蛋 财产我必须分三分之二 否则老子拖死你 你TM猪狗不如 死了下十八层地狱之类的话 也会落入我耳朵 我其实有偷偷哭过 那个年龄的孩子 拿懂母亲的苦 我害怕以后没有爸爸了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失去 但是我没有给我妈说 更没有当着我妈哭 我隐约知道什么是离婚 知道爸爸和妈妈 我只能选一个 知道妈妈更爱我 我爸和我妈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我妈随时都气呼呼的 七天后 我妈带着我出院 她熊啾啾气昂昂 像个斗士一样 回家 可我们再也回不去原来那个家了 我奶站在阳台 看见我们快走到楼下 哗啦一声拉开窗户 杨美 快过来 我妈愣住了 抬头望楼上 几秒后 一个熟悉的女人出现在我们的眼帘 竟是我妈的堂姐 她朝我妈得意地笑了笑 随即和我奶一起 合力把两个没拉拉链的编织袋丢下来 牙刷 拖鞋 衣服 对着楼上开骂 杨美 你PM盛世人 男人都死绝了吗 你连你妹的汉子都偷 我和曹耀祖还没办离婚证呢 你就这么拓不及待 不要脸 呸 我回去就告诉你妈 告诉全村人 你这个狐狸精 杨美和我奶混合迎战 丑八怪 你瞧瞧你那张脸 老曹说 看见你就想吐 生不出儿子的瓜货 赶紧给老娘滚 要不是杨美 我们老曹家的香火 就断在你这个丧门星手上了 就你这种人 还敢提回村 你回村问啊 生不出儿子 该不该休 对骂间 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 从客厅跑出来 他的手里 端着把玩具冲锋枪 站在小板凳上 朝着我们 就是突突突一阵扫射 那个年代 玩具枪里的子弹 甚至不是吸水弹 而是塑料BB弹 打在身上超级痛 我的手臂上 脖子上 被打了好几下 我妈护着我 躲在一棵矮树下 人呢 人呢 在那里 看见了 老女人 赔钱货 打死你们 经过树叶的缓冲 子弹落在身上 已经不那么痛了 叶片速速落下 我妈气得直磨牙 网吧膏子 有种你找把真枪 打死我们 机关枪 每次能装的子弹有限 弹匣子的子弹打完 就要重新装 我妈趁着楼上装子弹 从地上捡起块石头 轰轰轰冲上楼 我有样学样 也捡了块石头 小腿跟上 家里是防盗门 铁门 我爸这个杀千刀的 竟然换了锁 我妈用钥匙打不开门 放下石头 摇起裙子 朝着门锁的位置 狠狠一脚下去 铁门发出巨大的框 随即是第二脚 第三脚 框框声不绝于耳 仿若地动山摇 我奶和杨美在里面骂 我妈在外面踢 楼上楼下不断有人开门 大声询问 怎么了 怎么了 还要不要人活了 不活了 姐姐偷妹妹汉子 偷到家里来了 还把索性换了 要不要脸 是不要脸 楼上有人附和 后来 派出所的民警来了 我妈对着民警一阵哭诉 民警安抚了我妈一阵 见我妈情绪稳定后 这才把门叫开 我妈也是个猛的 门打开的瞬间 她羞得冲了进去 提起凳子 就朝杨美身上砸 砰 塑料凳裂了 杨美的手臂上 多了一条窝口 血滴滴答答往下流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瞬后 杨美弯腰 抄起烟灰缸 抱吼着去死 直朝我妈冲来 我妈再次挥凳子 民警们盲分成两波 一波拦我妈 一波拦杨美 我趁着这个空当 抄起捡来的石头 朝小男孩冲去 这个坏家伙 刚用子弹射我 我现在还痛得 都肿了 我乃护孙心切 一把薅开小男孩 抢过他的冲锋枪 一只手拉着我 另一只手举着枪 朝我手臂狠狠劈下 砰 砰 砰 手臂与枪柄剧烈撞击 但匣子松了 子弹稀里哗啦落了一地 我的手臂仿佛断了 我乃连续三下 劈在我同一个地方 我痛得只知道吸气 不知道呼气 面部仿佛抽搐似的 半晌哭不出来 我妈不知哪来的力气 挣脱民警 推开我乃 急不过来 一把抱住我 小心翼翼查看我的手臂 妮子 你怎么样 能动吗 这样呢 这样呢 痛 我挖的一声哭出来 妈妈 我好痛啊 民警叫我妈 别给我检查了 手法不专业 反而可能加重伤势 赶紧送医院 才是正道 我妈的眼神像刀子 狠狠弯着我奶 刘大花 她是你亲孙女 她要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 我哪没见过 我妈这样 不由自主哆嗦了一下 随即哽着脖子 她这是活该 是她先动手 要打我心肝宝贝的 儿子是心肝宝贝 女儿就是野草 刘大花 你也是女的 你怎么不去死 你最好祈求她没事 否则 我妈的狠话还没放完 民警催促 别说了 先去医院 我们送你们过去 一天时间 我刚出医院 又进医院 骨头没断 裂了 医生给我打上石膏 叫我静养 我爸依然没有出现 我妈气得够呛 在电话里又哭又骂 我听见一声 接一声的畜声 我妈不明白 男人狠起来 为什么可以这样 连亲生女儿 受这样重的伤 都可以不闻不问 不来看一眼 妈妈 我们的衣服鞋子 还在楼下 还去拿吗 拿 我妈说 不拿的话 会被人捡走 当做垃圾处理掉 说话间 她的眼睛红了 倔强与委屈 交织成 隐忍与愤怒 我们现在穷 没有多余的钱 全部重新置办 你一个人在医院 好好待着 我取了东西就回 我点点头 叫她放心 那天 我妈去了很久 也可能时间 其实很短 只是我一个人 在医院 感觉漫长 我怕 怕她找我奶算账 怕她一个人 打不过几个人 怕她吃亏 更怕她受伤 还怕她不要我了 如果我不打 那个小男孩 就不会鼓励 不会花钱 我怕她嫌我多事 把我一个人 丢在医院 巨大的不安 让我浑身绷得很紧 我像受惊的安蠢 两只眼睛 紧紧盯着病房的门 如果我是男孩子 就好了 爷爷奶奶 妈妈就不会嫌弃我 爸爸就不会找 其他女人生孩子 妈妈也不会被抛弃 我们会像电视里 唱的那样 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 妈妈像绿叶 拖着红花 我像种子一样 正在发芽 我们是吉祥如意的一家 好在我妈终于回来了 手上拎着两个编织袋 编织袋很脏 里面的东西 也脏兮兮的 听我妈说 东西丢了一些 不过不要紧 能捡回大半 已是幸运 我注意到 我妈的眼睛 比先前 送我进医院时更红 我猜她在外面哭了一场 妈妈 我会乖 我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我妈听懂了 走到病床边抱住我 会好起来的 我们不会一辈子 像丧家之犬 那天起 我妈变了 她不再给我爸打电话 不在歇斯底里 她拿着纸笔 一次次冷静地 计算着我们家的财产 她开始抽烟 黑暗里 我经常看见她 站在病房阳台上 长发在夜风中起伏 烟火在指尖明灭 寂寞向她手中的烟 那个年月 在乡下人看来 离婚是件丢人的事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谁家要离婚 最好的选择是敲咪咪的 两口子敲咪咪 把离婚证办了 除了父母 谁也不知道 我妈坚持起诉离婚 要求是男方净身出户 女儿抚养权归女方 我爸那边直接炸了 之前十天半个月 一个电话没有 现在一天好几个电话 我爸唱红脸 说什么一夜夫妻摆任 叫我妈看在过往情分上 不要闹得太过分 一切好商量 还说想来看看我们 问我妈现在住在哪 我奶唱白脸 骂我妈不要脸 说我妈生不出儿子 管不住男人 是没用的人 她问我妈 是不是想带着我爸的财产 去找其他男人 还说家里所有钱 都是我爸赚的 说我妈要钱 就是卖屁股之类的话 我妈开启回怼模式 生儿子 生儿子 就知道生儿子 你们曹家有皇位要继承吗 祖祖辈辈 面朝黄土辈朝天 家里穷得想叮当 还想三妻四妾 还非要儿子 我告诉你们 大清国早灭了 国家说了多少年了 生儿生女都一样 你们是笼子吗 还有一夫一妻 早写进宪法了 哎 你们生事想违法 他曹耀祖所有财产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他在杨美身上 花的每一分钱 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曹耀祖是婚姻过错方 就该承担惩罚 钱 房子 都是我的 你们要是再来骚扰我 别怪我追回他 花在杨美身上的每一分钱 我妈在曹家向来卑微 之前虽也硬气过一次 可怎么看都是强撑的 这次不同 有了法律坐靠山 我妈在电话里 讲得特别有底气 我那时小 听得似懂非懂 只觉我妈闪闪发光 我乃许是被我妈吓住了 她没再打电话 而是找了我大伯爷和大伯婆 大伯爷和大伯婆 就是杨美的父母 他们一口一个都是亲戚 别把事情做得太绝 说我老和老爷还在村里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言语间隐隐有威胁 我妈坐在阳台马杂子上 抽一口烟 再悠然吐出去 行啊 叫杨美写一万字检讨 详细讲述 她怎么勾引唐妹家的汉子 怎么生下有父之父孩子 怎么以小三之尊 把正房赶出家门 写好后给我看 我满意后 再叫她到村广播室 每天读十次 连续读一个月 办得到的话 曹耀祖花在她身上那部分钱 我就不追回了 带博爷他们不知道 还有追回钱财这一说法 在电话那头失控尖叫 什么 你还想要曹耀祖花出去的钱 你这么爱钱 怎么不去抢 杨美是曹家的有功之臣 曹家所有钱都是美丽的 我们靠本事吃饭 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自己没本事守住男人 还有脸争家产 我们老杨家 怎么出了你这种败类 我妈呵呵笑 是啊 老杨家怎么出了 你们这种败类 做强到做三 还做优越感了 我告诉你们 该我的 我一分也不会让 你们家女儿和孙子 就等着睡桥洞吧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 我妈专门请了律师 做了万全准备 包括这些日子的电话录音 我爸出轨多年的证据 以及我奶打伤我 把我们赶出家门的证据 我爸那边 不知是自信过头 还是没人愿意接他们的案子 他们全程自己上 核心就一点 全村都这样 财产就该给儿子 香火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在法庭上大吵大闹 一会儿骂我妈是丧门星 说她不收拾不打扮 坏了我爸的风水 就该扫地出门 一会儿说我是赔钱货 凭什么把我爸赚的钱给我 我爸本就是过错方 加上他们的观念太离谱 再加上那日的法官是女性 书记员也是女性 打官司的结果 不言而喻 无论是生意 还是房产 亦或是存款 都判给了我妈 我奶不服 屁股往地上一坐 双脚一伸 背后一躺 像一条被开水烫过的老母虫 在地上滚来滚去 腰瘦了 法官被人收买了 我老婆子到哪里说里去 我儿辛辛苦苦一辈子 现在一毛钱没落到 这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呜呜呜 不改判的话 我一辈子不起来 赖在这里不走了 法官站定 只多看他两眼 直接走了 片刻后 法警把我奶请了出去 我奶一路好着 说以后每天到法院门口抗议 我妈和律师正在说话 看我奶的眼神 仿佛看大傻子 丧门星 你别以为官司赢了 房子就是你的 想要房子 除非从我老太婆尸体上踩过去 我妈笑着说不敢 我奶再次得意起来 在法院门口又大闹了一阵 法警再次给他进行普法教育后 他不闹了 就拉着我爸 鼓着塞帮子 静坐在大门中央 你打算怎么办 律师侧头问我妈 当然是帮他一把 我妈依旧笑着 眼底全是我看不懂的东西 老人家 不容易 我奶在法院门口坐了三天 第四天 有记者前来采访他 问他有什么委屈 需不需要报道 我奶仿佛找到救命稻草 到豆子似的 噼里啪啦 把我们家的事情说了 一口咬定 法官收了我妈的黑钱 请记者青天大老爷 好好报道 主持公道 记者采访完我奶后 紧接着采访了法官 法警 书记员 又采访了我妈 在一天后 当地晚报 社会版第二版头条 大篇幅报道了这事 主打就是渣男出轨 小三霸占原配房子 农村重男轻女 以及老太婆不知法 不懂法 无理取闹 故事太奇葩 话题性足够强 网上转载的人足够多 无论是在线还是线下 接一片哗然 无数人发出灵魂的扣问 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我奶坐在法院门口 每天都有人指指点点 就是她 吃人写馒头那个 做她家媳妇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媳妇不是人 榨干之后 直接扔了 把孙女往死里打 就这还好意思喊冤 啊 呸 我奶遭受了两天的白眼后 终于找到源头 于是 她静坐的地方 从法院门口 换到了晚报社门口 报社也不管她 爱做做 反正门口报刊栏里 有她的尊荣与报道 就当免费活体展览 那个年代 村主任还不叫村主任 而叫村长 村长和村支书桌上 每天必备的几样东西 必定有日报和晚报 报纸不会每天看 也就偶尔翻翻 所以 村长和村支书看见报道时 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村支书大发雷霆 我们村怎么出了这种败类 丢人都丢到城里了 小李 赶紧把刘大花弄回来 给曹耀祖打电话 问她怎么回事 杨芬跟了她这么多年 两个人一起打工 一起开店 现在怎么闹成这样 杨美怎么回事 没结婚带了个孩子 这几年一直被人指指点点 说她帮了个大款 现在爆出来 感情不是大款 而是杨芬的老公 这姐姐偷人 偷到妹妹家 他们老杨家的脸 到底还要不要 赶紧的 该教育教育 这种事情 村里绝不能出现第二例 特别是刘大花 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 明天开始 全村进行普法建设 每家出一面临街的墙 粉刷上生儿生女都一样 众男轻女 和透鸡摸狗一样可耻 在农村 村长村之书 还是很有威信的 刘大花被村之书 亲自打电话训了一顿 整个人像双打的安纯 垂头丧气 离开报社 杨美的是在村子里 也传开了 乡亲们用鄙夷的目光 看着她的父母 就差指着几两股骂了 怎么说呢 村里众男轻女不假 但你偷人偷到亲戚家 还把人家原配赶出门 就是你不对了 更重要的是 你让全村丢了脸 那个年代 人们的集体观 还是很强的 我妈在法院宣判后的 第十六天 牛仔裤扎着半边衬衣 带着七八个光着膀子 手臂上全是鹰啊 虎啊 豹啊 五颜六色纹身的 标形大汉 收房子去了 不光住房 还有卖铝合金窗户的铺面 住房这边 我乃和杨美不开门 没关系 汉子们直接把门卸了 我乃躺在客厅地上打滚 也没关系 汉子们抓着她的手脚 像抬猪一样 把她抬下楼 一 二 三 丢进垃圾房 杨美吓傻了 一只手捏着手机 另一只手把菜刀 横在脖子上 说我们私闯民宅 逼她自杀 她要报警 我妈和汉子们 几乎同时笑了 我妈把法院判决书一抖 私闯民宅 你搞清楚 房子现在是谁的 说话间 她朝汉子们使了个眼色 其中一个汉子见不上前 抱起杨美的儿 子冲到阳台 做事要把小孩 从窗户往下扔 杨美一下怂了 放下菜刀 双手做投降状 别别 我妈朝楼下使了个眼色 还不快滚 杨美屁滚尿流冲下楼 双脚一软朝我妈跪下 我妈朝汉子微微点头 汉子这才把小孩放下 小孩挖一声哭出来 裤裆里全是尿 大喊着妈 颤颤微微往楼下跑 姐 家里这些东西怎么办 家具家电全部砸了 衣服细软 牙膏牙刷 统统往楼下扔 于是 之前我妈遭遇过的 全部在杨美和我奶身上重演了 我奶从垃圾房里爬出来 身上乌七八糟 头上挂着长条状的 粘答答的不明物体 她回到单元楼下 双手插着腰 朝着楼上又哭又吼又好 你这个砍脑壳的 一点人性都没的 喊人把我丢到垃圾房 你不怕报应吗 我一大把年纪 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 你连我死都等不到啊 忙到把我赶出来 霸占我房子 我儿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 你归儿子不得好死 你后下十八层地狱 下辈子做猪做狗 猪狗不如 我乃生死历劫的表演 吸引来了一大帮爱看热闹的人 加上杨美带着小孩 在旁边哭哭啼啼 毫不委屈 楼下众人很快对楼上支支点点 怎么回事 这么不笑 唉 真可怜 被媳妇赶出来了 快看她的样子 刚从垃圾房爬出来 浑身都臭的 我要是她 这辈子都要做噩梦 汉子们问我妈怎么办 要不要把人轰走 我妈说不用 她不慌不忙 从包里拿出一大报纸 正是之前报到那篇 那日 她买了一百份 来 帮个忙 发一下 于是 标行大汉们 派了个看起来最温柔的 拿着报纸 像发传单一样 邀请吃瓜群众正确吃瓜 同时不忘姐说 骂的正兄这个 是报纸上的恶婆婆 把媳妇价值榨干了 就喊打喊杀 还把亲孙女打骨折 哭哭啼啼那个 是登门入室的三 仗着生了儿子 把原配赶出门 你们评评理 这是不是人干的事 关键这位 还是原配的堂姐 说出来 我都觉得丢人 兔子急了 还要咬人 这法院判的房子 你们说 到底收 还是不收 片刻后 风评变了 原来就是她呀 之前看了报纸 还在想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种人 原配也够倒霉的 嫁到这种家庭 爬墙爬到唐妹家 这都什么货色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从楼上丢东西 也是这家人 原来是在赶原配走 这家宰推不是东西 经常在楼上打枪 砖朝人身上射 家里人也不管 撒生出来的东西 果然没家教 我乃何杨美 还有杨美的孩子曹青叔 在众人的生生唾弃下 像过街老鼠一样 只捡了几样昂贵的物件 就逃了 我妈站在阳台上 看着楼下发生了一切 表情寡淡 我那时不懂 曾经 面对我爸的背叛 我妈那样积月 恨不得同归于尽 为何现在像旁观者 所有的发生 都仿佛与自己无关 家里乒乒乓乓 榔头毫不留情地 敲在家具与家电上 玻璃碎裂的声音 金属碰撞的声音 木头折损的声音 交织在一起 仿佛命运的协奏 姐 说实话 这些东西都好的 砸了可惜 我乐意 我妈那么节省一个人 这一刻 她为了乐意 砸掉了十多万 同时砸掉的 还有她被狗吃了的青春 相比住房 收铺面的过程可谓轻松 我爸这个人 其实是个耸货 当年在流水线上 她被人欺负了 不敢吭声 说是顾全大局 后来 无论出来跑业务 还是自己开铺面 找客户谈生意的事情 都是我妈 她内向 说是半个社恐 自家生意这块 她负责技术 在后来 我奶和杨美 趁着我住院 想纠战雀巢 我爸一声不吭 无论我妈 怎么在电话里吼 她都听着 在法院那次 主力军依然是我奶 所以 当我奶和杨美 姐姐败退 我爸这边 直接不照退了 她只远远和我妈 打了个照面 就闪了 铺面有两个伙计 看见我妈都很开心 杨姐 我们就派着你回来 曹哥在这些天 生意都没几单 哎 曹哥怎么会是这种人 平时看起来老是芭娇的 那件事后 我在我妈身上 学到了两种力量 一种是豁出去的力量 另一种是冷静的力量 我妈把之前那套房子卖了 添了点钱 重新买了套房子 铺面生意依然在做 我妈起早贪黑 疯狂拉生意 最忙的时候 订单甚至会外包出去 我问我妈 累不 我妈笑着回答 给自己赚钱 有什么可累的 以前赚十块钱 三个人花 你爸还要窝藏一点 外面再养两个 现在就我和你两个人花 我妈喜欢给我买书 她说她没文化 吃了没文化的亏 希望我以后 做个有文化的人 我妈还喜欢给我报班 奥数 英语 演讲 画画 她听说教育卷 怕我掉队 我怎么敢掉队 目睹了我妈和曹家 闹翻的全过程 我最大的感悟是 世界谁也靠不住 必须靠自己 女人的底气 不来自任何人 只来自自己 我开始拼命学习 小学一二年级 看不出差距 大家都差不多 到了五六年级 全班差距拉大 我始终保持在前三 我听人说 女孩子不擅长理科 很多小学成绩好的 进了初中就掉队了 我心里害怕 可我能怎么办 不过比别人更加努力 大家都上机构 一样的上课听讲 下课做作业 我除了做老师布置的 每天晚上还要刷高思数学 城市不大 我碰见过 我乃和曹青叔那一家子 不止一次 曹青叔摔倒了 我乃锤打地面 说地面可恶 把她的宝贝孙子绊倒了 曹青叔想要买玩具 杨美不给买 曹青叔就在地上撒泼打滚 直到杨美妥协 我乃夸曹青叔 说他聪明 会想办法 我注意到 曾经打扮时髦 时时涂着口红的杨美 如今蓬头垢面 皮肤松弛 老了不止十岁 我听我妈说 我爸和杨美扯了症 办了喜宴 我爸还是做着 铝合金窗户的生意 他依然不善言谈 拉客户的能力很差 杨美不得不出来工作 两口子经常吵架 我爸试试听我奶的 杨美经常骂他窝囊废 我妈每次提起他们 都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后来上了初中 主科从语树外 变成语树外史地 生物化正美阴体 从三科到十二科 我从不敢懈怠 每天都在学习 早晚绕着操场跑 班上有人地小纸条 A喜欢B B喜欢C 是青春最初的萌动 我似乎没有这种萌动 全班男生加起来 不如化学书好看 那三年 我霸着全班第一的位置 从没有挪过 班主任说我是拼命三郎 每年逢年过节 我和我妈也回老家 我们家和杨美家 虽是近亲 自那件事后 两家人再无来往 我和曹青叔 在村里打过照面 干过嫁 他骂我是赔钱货 说我妈霸占他爸的财产 我反唇相机 说他成绩差 交高价 还在学校打架惹事 花了他爸不少钱 他被惹毛了 冲过来就要打我 我会怕他 嗯 会的 装的 我转身就跑 一边跑一边喊 救命啊 曹青叔打人了 这些年 为了中考体育满分 我每天早晚都在练 曹青叔根本追不上我 我故意保持着 并不太大的差距 让他误以为 只差一点点 村头的王家 正在修房子 砖头堆在路旁 我跨越半个村庄 直奔王家 提起他家的板砖 转身 一砖头拍在曹青叔脑袋上 他 曹青叔懵了 瞪着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他整个人摇晃了一下 鲜红的血液 已顺着额头 蜿蜒而下 我想笑 五岁那年就想 砸在他身上的石头 如今终于落下 可他的身后 不光有追来的 我们两家的大人 还有村里相亲 于是我假装恍惚 愣愣地看着众人 挖得哭出声 仿佛吓坏了 我不是故意的 是他要打我 我拖着哭枪 战术性后退 全身颤抖 右手依旧紧紧抓着板砖 我乃嚎着 冲过来搂着曹青叔 一声叠一声的心肝宝贝 指腹划过他 刚流下来的血 那张脸更显得猙獰 快 快叫120 我乃先朝杨美喊 再朝我抱吼 青叔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要你偿命 我依偎在我妈怀里 双肩一耸一耸 仿佛哭得伤心 妮子 不怕 有妈在 看他们敢做什么 我妈语气坚定 目光扫过那几个人 他们敢动你一下 我敢把他们拖下地狱 后面四个字 带了许多狠劲 我乃恨透了我妈 这回听我妈说狠话 她反而怂了 只敢朝我爸吼 曹耀祖 你儿子被人打了 你还不快报警 我爸犹豫了 可怜的男人啊 在我奶的音位下 还真打了110的电话 我看见我妈唇角 高高扬起的嘲讽 曹青叔最终送到镇医院 一寸长的伤口 清洗完之后 缝了五针 再贴上纱布 派出所的民警 到医院了解情况 发疯般嘶吼着 警察同志 他是凶手 把他抓起来 我维持着胆小怕事的人设 在我妈怀里瑟瑟发抖 别抓我 是弟弟要打我 我害怕 我跑了好久 实在跑不动了 就捡了一块砖 我不是故意的 我应该站着不动 让他打的 呜呜 奶奶不喜欢我 爸爸也不喜欢我 我不该跑的 我妈拍着我的后背 当着警察的面 轻声安抚 妮子 你没有错 你这是正当防卫 医药费我们赔就是了 以后谁要打你 你记住 要像今天一样 勇敢还手 人与人是一样的 没有谁更高贵一说 无论什么时候 先保护好自己 民警在听到我说 弟弟奶奶爸爸时 已经露出疑惑表情 这会儿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关系 在得知我和曹青叔 是同父一母的姐弟 我妈和他妈是堂姐妹时 一个个更是诧异 她是你的亲孙女 你要我们把她抓起来 民警问我奶 什么亲孙女 他妈和我早离婚了 我奶一脸横肉 凶巴巴的说 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我们家只认儿子 不认女儿 她现在把我亲孙打伤了 就是凶手 要严惩 民警没有和我奶多言 转头问医生伤势如何 又问周围跟过来的村民们 到底怎么回事 村民们好八卦 先把我们两家的恩怨情仇 拉着一番 再讲看见 我被曹青叔追着满村跑 嘴里大喊救命 最后支支点点 提醒民警看曹青叔头上的黄毛 耳朵上一闪一闪的耳钉 说村里狗都被曹青叔欺负过 我姥姥事实补充 说我是好学生 成绩年级第一 不光是校三好 还是屈三好 曹青叔那边 也确实没什么可辩驳的 是他先骂我 还试图打我 我也确实是迫于无奈 才还击的 只不过还击的力度较大 把他打伤了 人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 失控也正常 民警以调解为主 说都是亲戚 又是曹青叔先动手 建议我们家赔个医药费 再商量个营养费 这事就算结了 我乃不干 寄出杀手锏 在医院大厅打滚撒坡 医院人来人往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村民和医护人员露出无语表情 我爸和杨美觉得丢人 忙劝他快起来 我趁着没人注意我 朝曹青叔头去轻蔑的一笑 口型说了两个词 耸祸 没中 曹青叔正是愣头青 经不起机的年龄 看懂我说的内容 想也不想 捏紧拳头 再次朝我冲来 嘴里还嚷着 赔钱货 我打死你 民警还在呢 我妈也在旁边 怎么可能真让他打到我身上 我妈下意识转身 把我护到他身后 民警则在曹青叔冲到半路时 拦路把他截下 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 也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要打死我 这么个社会渣子 动不动喊打喊杀 别人自卫一下 他们居然想把别人送进去 所有人 真的是所有人 都在指责这一家子 有人朝他们吐唾沫 我奶的杀手锏 颠刺不起作用 他爬起来 带着他们一家子 妈妈咧咧走了 当事人都走了 这事自然就这么了 我们家既不用付医药费 更不用付营养费 民警离开时 还专门对我说 小姑娘 保护好自己 另外 好好学习 那天回到家 我妈关上门 第一句就是 你今天太冲动了 万一跑不过怎么办 万一警察没拦下他怎么办 我就知道 我妈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瞒不住他 我笑着 不试试 怎么知道 我终于打了他 我高兴 我妈无奈摇头 后来初中毕业 我考上省重点高中 曹青叔浑浑噩噩这么多年 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 只能读技校 我听说 曹家爆发了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家庭矛盾 杨美把矛头对准我奶 说曹青叔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我奶溺爱 把他毁了 我奶怎会承认 说曹青叔成绩差 是因为杨美不管不辅导 明明都是我爸的基因 凭什么我的成绩好 而曹青叔浑成这样 两个人很快打了起来 扯头发扯衣服揪肉 我爸劝架 两个女人混合双打 把我爸揍一顿 我爸气不过 去打曹青叔 最后一家人混战 我姥姥给我妈和我讲这件事的时候 笑得前仰后翻 我妈跟着笑得前仰后翻 眼泪跟着出来 说苍天有眼 我也觉得挺可乐的 一家子奇葩 再后来 就是今年 我参加高考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被心仪的大学录取 我妈嘚瑟了一圈 深度讽刺了我奶和我爸 在村里大摆流水宴 我奶远远看着 眼睛里满是极度 有人感慨 还是生女好 女儿只要争气 一点不比男孩差 有人拉财 一样是老曹家的种 怎么一个成绩好成这样 一个连高中都考不起 有人客观分析 瞧他们一家人 每次回来 十天有九天乌烟瘴气 这种家庭能培养出高材生 才是怪事 有人展开联想 该不会不是曹耀祖的孩子吧 他敢爬唐妹夫的床 难道就不会爬其他人的床 最后这一句 不知怎么传到我奶耳里 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怂恿我爸做亲子鉴定 这亲子鉴定 从来都是赵妖静 很不幸 曹青叔中招了 他和我爸真没血缘关系 曹家二度爆发家庭危机 我奶骂杨美是件蹄子 冲进厨房 提着菜刀就要砍他 曹青叔去拦 结果被我奶一刀 砍掉半个手掌 鲜血直飙 曹青叔气疯了 抢过菜刀 对着我奶就是一阵乱砍 我奶死于乱刀之中 家里全是血 这个案子在我们当地很轰动 曹青叔被控谋杀 砍掉的手掌也接不回去了 实打实地成了残疾 我爸和杨美离婚 本来乌烟瘴气一个家 如今支离破碎 我妈听说后叹了口气 对了 前几天 我去了一趟派出所申请改名字 从此就不姓曹了 我要跟我妈姓 姓杨 嗯 我叫杨妮 我叫杨妮 我叫杨妮